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粉丝之间的互动可以这么添这么有趣 而且在他们的互动中 小编仿佛找到了追星的意义 发疯突变 这个凡凡有点皮看过凡凡在时装周的舞台上有犯的走秀 看过单导实实的他专业的点评 本以为我犯的是一枚高冷过血帅的戴斗 没想到他调戏起粉丝来是不遗余力 打电话寻找幸运粉丝的环节 白发居然化身蜡笔小新 特路粉丝对他表白 完了之后突然来一句 我是吴亦凡 被粉丝吓到 不知所措 他还跟着 嗯啊 可以说是很皮了 而且人家粉丝在唱歌是好之后 白发忍不住又踢了一下 不过关 还好秒撤回 否则粉丝可真是承受不住了 看见没有 有一个这么皮肚高的意味着你的心理承受能力 要相当强 这还不算啥 完了邀请另一个粉丝时 白发一脸严肃 一本正经的说 要问粉丝一个问题 本来以为是啥粉丝入门必备问题之类的 大家都屏住呼吸等待着 结果他来了一句 你有freestyle吗 好吧 是在下书了 爱德的心思 臣妾 实在是摸不透啊 男粉丝为他调酒时 他也是超级本职 眼看着粉丝大招没有放出来 他卖力捧场 只是当他看见那根剧无霸吸管时 那一脸 你不是要搞过吧 的表情 却见过他惊恐 无奈的眼神 是个假爱德 没错了 我想和你唱节目组 你还我高冷凡 潜力互动 实现梦想没那么难要说 我想和你唱最大的福利 那必须是和偶像各种各样的互动了 首先合唱是必不可少的 大家一起跟凡凡合唱了花房姑娘 合唱的新歌Like A Thought 和偶像同台的时刻 敢叫自己也是个大明星 有木油 还有KTV拍唱时间 几位幸运粉丝都能和凡凡一起唱自己的KTV金曲 这种幸福 真是想都不敢想 除此之外 只要你够胆吗 还能玩出一些新花样 比如 这位身高不输凡凡的男粉丝 现场跟凡凡来了一场篮球的Battle 屋里凡凡扣篮的样子 简直是灌篮高手真人版好吗 还有这位小姐姐 直接带着凡凡一起练瑜伽 也许以后凡凡看到这个动作 就会想起 她也说不定我 最最给力的是 我想和你唱选择所有观众的标准 几乎是临门槛 无论你是石油工人 外卖小哥 木工 老师还是其他职业 只要你参与合唱 就有可能和偶像近距离接触 超多的互动简直比看偶像的演唱会 还要令人激动 这种节目模式真是造福大众啊 怪不得每期收视率都那么好 对了 白板上的这期我想和你唱 收视率又是全网第一 深情告白 你的努力他都看得见 或许同类相惜吧 优秀的凡凡连粉丝都烂为优秀 这些粉丝小姐姐的表现 让小编看得老脸一红 不把自己变优秀点 哪有资格喜欢凡凡耶 一位跳着芭蕾 像只美丽小天鹅的小姐姐 不仅长得美 舞蹈跳得好 人家还是亚洲小姐的第二名 可以说起灰尘优秀了 关键人家说出的话更优秀 当凡凡想知道 他听她的歌什么感觉 他回答道 这一瞬间 隔着屏幕小编都能感觉到 空气中的粉色小泡泡 佩服佩服 这还不算啥 还有花梦那小姐姐 也是超级厉害 当场用游客里里自弹自唱了 为凡凡改编的凡凡的歌 瞧瞧这待遇 韩歌和凡凡都为她取话筒 而且凡凡还全程给她伴唱 眼神中藏不住的欣赏 最幸福的是 莫过于自己的努力 得到偶像的认可吧 大家应该以为 上面两位小姐姐 已经很优秀了 不 这都是常规操作 下面才是教科书的告白偶像 这位木琴小姐姐 居然被反感写了一段rap up 不 是两段 小编给你们展示一段 你们感受一下这词 简直是一出来的才华和爱意 我不是90后 只是生于90年 请各位观众 不要被我的华丽外表 欺骗不间断的表现投入 生活的体验搞不好 我以后会是一个喜剧演员 人生就要做自己喜欢的事 抱怨只是蓝 住前进的一根刺 无论黑夜多长 迟早会走到白昼地方 我们永远不大声每个人的 心里都有一把尺子 希望 你能成为他喜欢的样子 那我应该成为何种样子 是见过温哥 或每天凌晨四点的样子 是在别人认可你之前 现任何自己的样子 是负责任首规至纯 爷们的样子 D-A-R-K-I-N-M-Y-Y-A-S-B-U-T-L-I-G-H-T-S-U-P-I-N-T-H-E-S-K-Y 看看凡法这瓶颈点头的样子和眼睛里 透露出的惊喜就知道 这个追星狗已经成功引起凡法的注意了 关键是 在凡法说 你这词写得真好时 小姐姐怨然一笑 不 不能算我写的 因为都是你说过的话 什么叫高手 这就是啊 同样是九年义务教育 凭什么他这么优秀 来啊 赶紧去把橘子树和火车站 给这位目前小姐姐给搬来 所以小编说的没错吧 优秀的人总会喜欢同样优秀的人 即使现在的你可能还不那么优秀 但是为了偶像 你也可以逼着自己变得优秀起来 这才是偶像的意义 都站在偶像身边了 我们哪还好意 自不让自己更加努力呢 我想和你唱 到现在已经是第九期了 其实不只是凡凡这期节目中 迅速互动甜蜜 而有爱 之前的每一期 我想和你唱 都能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动 素人们 不仅能满足和偶像近距离接触的梦想 还能在节目中看见二斗的另一面 记得第一期蔡依林上节目时 粉丝们给她披上了爱的婚纱 那个场景简直是脆泪淡 感动得让人想哭 那里有个王源就不一样了 现场演唱动音神曲 我们不一样 把观众和自己都逗乐了 而且面对粉丝的深情演唱时 圆圆还忍不住笑场了 没想到你是在这样可爱羞涩的王源 男神王力宏上节目也是超级扑的出去 现场脱衣跟粉丝大玩双人俯卧称 此刻不知多少粉丝想成为这块地板 女士末外上节目时 破戒录的引发了787万人跟她合唱 call out环节 她更是亲切的 因粉丝要求和她视频通话 就问你们 这种福利除了我想和你唱 还有哪理由 此外还有招节为大家送上六一儿童节礼物 虚和粉丝纵情配合 让大家美貌成真 广场舞大妈妈 对凤凰传奇的实力告白 那里花花花成语 被粉丝用巨型零食车尽情投喂 反正这互动 这福利 只有粉丝想不到 没有我想和你唱 做不到 最最关键的是 在每一期节目中 素人也就是我们粉丝的位置很重要 我们可以看到 我想和你唱 不仅给了大家一个圆梦偶像的舞台 而且还让大家获得了在偶像面前 尽情展示自己的机会 就像这期节目中的 木琴 梦娜小姐姐 以前我们觉得爱偶像很远 只能用来仰望 但我想和你唱 让我们发现 我们也有资格和偶像并肩歌唱 在光芒四射第二的面前 温少着她的我们 其实也有着自己的小小光芒 原来 追星的意义其实在于跟随着偶像的步伐 成为和她一样优秀的人